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纪念那些被计划掉的小生命 那上次节目播出以后呢 有一位热心的观众就留言 说这计划生育是一个非常沉重的话题 但是呢也是值得我们每一个人 花很多时间去思考一下的问题 另一位观众呢很热心说 Eva我给你打赏了咖啡你收到了吗 那很抱歉如果您看这期节目的话 我昨天才看到您的留言 那么咖啡就让和平先生去喝吧 那么他至少知道有观众在观看这个节目 在支持我们这个节目 那么希望呢和平先生呢和明镜呢 能够继续保持这个节目 我只是开一个小小的玩笑 1989年的到现在的一胎化政策实施以来呢 每一届的领导人不论是在国内 还是在国际上都是说中国的计划生育 是在大家的在大家自愿的情况下实施的 比如说昨天我那个看方芬美女士的书 一本关于计划生育的书就叫一胎化 它有英文献在台湾也出了中文版 其中呢它引用了赵紫阳先生的一句话 就是说中国的计划生育是在中国的民众 自愿的情况下实施的 但是中国官方也公布了自计划生育 实施以来每年有上千万的堕胎 那么36年来就有他们说控制了中国有4亿人口 那4亿人口是怎么样控制的 这些胎儿是在怎么样的情况下被堕胎的 就是说这样的声音发出的还是非常少的 特别是那些乡村的妇女被强制堕胎 强制淫产的关注的人可以说是非常的少 那么在前三期节目 马建先生多年的追踪记录 那它用小说的形式来描述了中国计划生育的这种 令人不能听闻的一些很多的宝贵见证 那么又有谁来关注过这些被计划掉的小生命呢 今天呢我们这一期呢还是请到上期的嘉宾 北京艺术家王鹏先生 那么让他来跟我们谈一谈 他用这种摄影作品 绘画作品 还有一些新维艺术的作品 来纪念这些被计划掉的小生命 请导播把远在北京的王鹏先生请进来好吗 谢谢 王鹏你好 你好 老熟人了就不叫先生了 叫王鹏了 那么上期呢我们已经做过了一期节目 就是给您做一个简单的绘画展在网上 上期的节目呢就说 每一个生命都是神圣的 那很多话题呢我们没有机会展开 今天请您来呢就跟观众呢把你的绘画能够更详细的 给我们多讲一讲好吗 好的 好那上期呢我们请王鹏先生呢做了一个自我介绍 他呢比较谦虚介绍的比较少 那我也希望通过这个栏目对让观众对王鹏先生有一个更多的了解 那我这里呢也很郑重其事的再给他多做一些介绍 据我手头的一些资料 那王鹏呢他现在是居住在北京 居住在北京从事绘画 他生于苹果 那我还是保持一点神秘感吧 不介绍他的年龄了 大家大概也能估计得出他多大岁数 他1996年呢在中央美术学院壁画系进修也参加过很多的美展 那么从1996年比较早的时候 他就开始关注中国的计划生育 搜集了很多的堕胎胎儿的案例 也采访了一些计划生育的这种 好比说计划生育的执行的主任啊 一些实施者呀 一些受害者呀 那么他并完成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作品 也可以说是唯一的一个作品 就是说据我所知的 就叫中共计划生育多胎胎儿之灵位 那么从这些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 计划生育可以说是一个反人类的罪行 是对中国妇女和儿童 特别是胎儿的这种残害 那2014年的7月14号呢 王鹏因为长期的关注中国的计划生育 还有绘画这个计划生育的题材 那么国宝就到他送庄的绘画室 要驱逐他出来 那让他就是说 没有可以从事他的工作的地方 那王鹏先生这个 就是在没有办法容忍的情况下 就把他的一些作品 搬到宋庄的一个小广场 让大家来抗议吧 当时就有很多围观者 等一下呢 大家也会看到一点录像 那关于这次呢 王鹏就称之为 抗争与驱逐的这种行李艺术 我记得在美国之音啊 自由亚洲电台啊 都看过一些相关的报道 还有一些是粤语的报道 关于王鹏先生的这次行为啊 那么在2015年呢 王鹏和我呢 我们共同编著了一本书 上次已经介绍过了 这次大概看一下 就是被国策出学的胎儿 将他的一些作品呢 收入其中 那在2016年 在纽约的中国父权举办一个 中国妇女和儿童论坛的时候 王鹏先生的作品 就我们就做了一个非常大的 像一面墙那么大的一个 招贴画吧 进行了展示 就是大家看到的时候 的确是有很从一个艺术的作品上 看到了很大的冲击哦 那当然王鹏先生更希望 他的作品能够直接和观众见面 但是目前呢 在国内呢 要展览这样的作品 是非常困难的 在国外呢 那要有比较专业的 或者有一定的财力的人 所以我个人确实是 力量非常有限 那么我就是说 请他呢 在这里 给我们做一个简单的展览 因为呢 今天呢 可以说观看民进电视的人 越来越多 可以说电视或者网络传播 就像海洋一样 不受空间呀 地域的这种限制 我就希望呢 更多的人能够看到 王鹏先生的作品 也能够好好的反思一下 执行了36年的 基本国策计划生育 给中国人到底带来了 什么样的这种结果 我不想一下子说灾祸吧 就是要用事实说话 不想一下子就像法官一样 先判一下来 那么就说王鹏先生 在展示您的作品之前 能不能够给观众介绍一下 你是什么原因 让你开始关注这个 在当时来讲 大家是没有任何质疑 没有任何另外一种声音的 只有拥护啊 只有执行 没有人 就是说从习惯上来讲 对来自上面的这种政策 大家只有执行的份 只有服从的份 你怎么会打个问号开始 请你跟大家讲一下 好的 实际上这个计划生育呢 它不是 我觉得不是说我们关注它 而是它关注我们 在中国来说呢 就是说你只要是一个中国人 计划生育这个政策呢 就会关注你 从你结婚到你生孩子 到最后你孩子上学 如果二胎的话 还有一个各方面的问题 所以说呢 计划生育在中国来说呢 中国人每一个人都受 这种计划生育 这种暴力机生的这种迫害吧 可以说 我真正用艺术方式来关注计划生育的时候呢 应该是1996年的时候 我在美园念书的时候 那个时候呢 我在周六周日啊 经常上一些地方进打一些这个林工 给人做一些这些这个字啊 或者是一些这个会些图 然后我有一次我就在这个医院里边 我突然发现这个垃圾箱里边啊 有这个胎儿的尸体 我当时就感觉很不舒服 因为这种东西就让每一个人看到呢 都觉得 好像是就是说 血光之灾 或者说浑身都 都很难受的感觉 然后我在做的过程中呢 我就问了这个医院里边的一些护士 在聊的时候 他们就很自然的说 这个就是因为计划生育嘛 二胎嘛 然后这个打下来的 就很随意 当时我就受了很大的打击 我觉得首先第一 中国有一个对这个尸体 这个一个入土一安的这个 这个一个习俗 我说最起码的这个胎儿呢 被这个打下来之后 你应该把它埋掉 不应该暴尸在垃圾箱里边 让人感觉我们人类的 中国人的这种人性何在 还有一个在跟他们一些聊天之后 他们就觉得 我感觉到这些护士对这种冷漠 就是他已经感觉到 我这个就是在执行我的工作 没有一点内疚的感觉 就已经习以为常了 所以从那点开始 我就觉得中国人 这种人性的这种冷漠 还有我认为这个 这个胎儿的这种脆弱 给我很大的打击 所以说我说呢 我当时就认为 我觉得应该把这个表现出来 应该把这个做一个作品 所以当时呢 我就是联系了很多的朋友 我想做一个展览 把这些胎儿呢收集起来 然后放在展厅里边展示给这个大家 实际上计划生育这个堕胎的这种现象呢 在我们周围的每一个人身边呢都知道 但是如果你把这个堕胎的胎儿给它展现出来的时候 这时候呢对人的这种视觉冲击 还有对人性的这种冲击呢将是很大的 所以当时呢我就想做这一个展览 但是由于各方面的原因 我跟了一些朋友谈 然后又跟一些评论家谈 评论家 好多的评论家都说 你做这个作品的危险性很大 就说你承受不起 当时我二多岁嘛 我确实有点胆怯 然后呢再加上这些展馆也不给我展 所以说再加上资金各方面的问题呢 我就 我就把这个东西 就是说展且放下 然后呢 但是呢我用这个图片的各种形式呢 来来记录这些 就是我觉得这些已经在现实中发生了 我觉得把它记录下来呢 也是为了警醒后人 就说不要再出现这种丧失人性的这种 这种这种现象这种行为 所以从这之后呢 我就开始关注计划成绩这方面的题材 好的 那么如王鹏先生所说 你听到跟看到是有一个距离的 那么所以当我第一次在网络上看到王鹏先生的作品 就是说给那个被强制堕胎的胎儿一个灵位的时候 当我看到那四个孩子在液体里他完整的呈现的时候给我的震撼 那真的用英文讲真的是shock 就是说我都完全是觉得那种震动 就觉得他们是被杀掉的人 那这两部作品呢 那这两部作品呢我们上期已经谈过了 今天我们就把它跨过去哦 那下面请导播给我们慢慢的放一放王鹏先生的一些黑白的摄影作品 那这些作品呢 在我们整理这本书的时候王鹏先生给我寄来呢 那这一系列其实还有很多哦 我们今天呢只能选上45幅给大家看一下 是您在什么样的环境下什么时候拍摄的 就是说讲一讲您的这个拍摄过程和您自己的一些感受好吗 很好的 这这这这系列的生命作品呢实际上是我这个 无意之中这个拍到的 因为我这个在家里边的经常去这个外边写生 也就是在这个周围进行写生 周在这个90年代左右的时候吧 就是在这个或者00年代左右的时候 这段时间呢可以说中国的经济的发昏的很快 可以说而且呢是以破坏这个自然的这种状态出现 我到这个外边写生的时候啊 我原来一小的时候在那河流里边经常玩的这些很绿色的很舒服的地方 当我到那地方写生的时候全是垃圾场 就是那河河床里边水几乎都干涸了 而且里边的水各种颜色都有 两边的垃圾呢都是一层一层的 就是你走在上面松转的 你一看它根本不是土地就是垃圾 然后那些塑料袋或者一些工业垃圾 然后冬天呢就是更恐怖了 冬天的时候风很大 然后那些树呢都枯萎了 然后那个垃圾啊就是那塑料袋呢就是在这个树干上呢 就是飘摇着 而且我在那写生的时候呢 就是我因认为这种风景呢才能反映中国当下的这种经济浪潮之下 人们为钱而丧失了对自然的保护 以这个目的为进行写生的 但是我在写生的时候突然发现 就是说经常会出现这个被遗弃的这些 这个垃圾袋里边有被遗弃的这些胎儿 所以当时我就很恐惧 因为什么我在这之前已经对这个中国计划生育这个进行了这个研究 还有对这方面的作品的进行了这个探讨 所以说呢当时我 我想把它画下来 但是我的勇气达不到这一点 就在那个垃圾场里边看到那个胎儿我心里受不了 所以说呢 从此之后呢 每次呢我就带着一个这个相机出去 如果发现这个被遗弃的这些胎儿呢 我就把它给拍下来 所以说这样呢 而且我在地点里吧 有两个地点比较多这种胎儿 我觉得有可能是因为它附近的有这个 呃卫生院就是医院 呃有这个呃 包括儿科的这这这这这这专门给儿童 这或者说这个中共它每个区县里边 或者每个乡镇里边都有这个计划生育的这种医院 专门的指定的医院 实际上我在我在查阅中国历史的时候我就发现中国的这个这些艺术家呢 很少反映 不仅是现在49年之后 所以说实行计划生育之后 所以说没有一个艺术家反映他的负面 没有反映他的残酷性 还有非人道性 他只反映一个呃这种宏光亮着计划生育好啊 这个一一胎这个忧生忧郁啊 这是49年这就是说实行计划生育之后 实际上在这49年之前 包括这个两三千年的这个中国的艺术 这些艺术家就很少表现中这个人类的这种痛苦的感觉 所以说我就觉得作为一个呃艺术家就有就应该表现这些东西 因为他就在你的身边 而且你就应该关心这些弱势群体 而不是像中国的我查阅这些文人 在这个呃中国文人有一个就是说呃读书为就了仕途嘛 就为当官嘛 哎在官场上被排挤之后进入这个 然后回家呃不得志 然后又修佛呀 又开始说论道啊 最后是一种内心的一种呃孤独啊 但实际上这些艺术家很少关注这些 就包括伊万里原来做的大饥荒一样 实际上中国人类呃两三千年里边 几乎一年有两次大饥荒 但是艺术家很少表现呃呃这些这些事情 所以是我说作为一个呃当代的中国艺术家 第一你要你要在你的呃呃 艺术观念方面要有所改进 就是说你应该关注你的你的真实的生活 而不是说艺术 那我觉得艺术就失去了它的价值 所以说呢我这批作品呢 那也一是这个对这些呃残暴的这种呃现象的进行一个记录 还有一个就是对中国这些艺术家们的这种呃呃呃不关注当下 而且是一种犬儒化的这种这种东西呃呃在充斥了中国的艺术界 所以说我也是对艺术界发了一个难 所以在这之前呢我也写了一个文章就是说 呃和为人权艺术家 所以说这些作品呢 我是从我两方面来来探讨人性 还有艺术家应该关心人性 然后艺术家的职能 还有你怎么样把你自己真实的这种感情表现出来 就是一是感情的真实 再是现实的真实 两者结合在一起 嗯好的 嗯虽然呢就是说我对王鹏先生的这些作品呢 我以前也都看过 作为一个观众也好 一个观看者也好 可能也比较熟悉 但是呢我很少和王鹏先生呢 做过一个交流 通过他这一番想呢 我觉得王鹏先生就是觉得 你作为一个艺术家 你不是说高高在上的 你不是说 嗯是一个不是人间烟火的 或者人间的疾苦 人间的痛苦跟你无关的 只是说为艺术而艺术 其实在生活中 你就是一个 嗯男人 你是一个丈夫 你是一个父亲 或者你是社会人类的这一份子 那么在社会中发生的任何的事情 悲痛也好 血腥也好 都是和你有关的 如果艺术家只是为艺术的话 那么他这个艺术家也是 没有血肉 没有情感 没有灵魂的一个人 那么在这个呢 嗯 就是说 我觉得呢 这些照片呢 都是非常非常的珍贵 因为这些孩子在 不论是四五个月也好 五六个月也好 被强制堕胎以后 他们就被装造 那个塑料代理剂的王鹏先生 给我看过一个照片 就叫医疗垃圾 他们只是说 就像棉布一样 就像纱布一样 就像那些医疗垃圾一样 随便的扔掉 从来没有人说买葬 他连父母的面都没有见过 那么可以说是祖国的垃圾 祖国我们一说都是多么的温暖 觉得祖国都充满爱的 但是呢 这些孩子 可以说没有祖国 祖国不爱他们 那么他们就成了祖国的垃圾 扔掉 那么这些照片之所以珍贵 因为它不是塑料袋 塑料袋几十年才能够画 但是你的肉体在垃圾堆里的话 可能一二十天 二三十天 冬天的话可能四五个月 那么或者更不幸的话 被野猫野狗啃掉咬掉 或者就是作为一个人 他的结局就是这样的 但是王鹏先生这些照片 他处理的 是像他所说 他是黑白色的 甚至是一种风景 但是美之中 就是一种残酷 每一个照片上 都会不太显眼的 看到一个孩子的尸体 那么对这个孩子来讲 是唯一的能够在这个人生 唯一的到这个人间 唯一的在地球上 走过一次的唯一的记录 如果没有王鹏先生的 这种第一现场的记录 我们可以说 这个孩子没有任何 刻在人间的印记 那么我们在这个书里 我当时做的时候 也补充了几句话 这里我也稍微念一下 不用很多时间 这个叫 被抛弃的生命通往天堂的路 那么有一些作品 这些泰儿是在北京市平谷 去东高村的桥下拍到的 我就是用这个孩子的话来说 我永远睡眠在这本书里 是想告诉人们 我是一个人 我永远睡眠在这本书里 是想质问 为什么屠杀 我无辜的生命 这个问题 是需要回答的 是需要 每一个人回答的 是需要 制定这项政策的人 回答的 是需要 那些执行这场政策的人 回答的 也是需要 每一个这么多年 沉默的人 回答的 那么下面呢 就是王鹏先生呢 除了摄影作品之外 他也从事了很多的 与计划生育有关的 题材的一些绘画 那么就是说 在计划生育 因为这么多年 不论是报刊呀 你包括那些小品啊 电影啊 那当然都是 大张旗鼓的宣传呀 拥护啊 说少生孩子多么好啊 妈妈之生 我一个呀 政府养来养老啊 总是从所谓正面的 就是说 你是怎么样思考 就是反映这个 通过你的绘画 怎么样把你看到的 转化为作品 就是说 你的这种思想的过程 绘画的过程 就是把你的心路里程和大家交流一下 请王鹏跟大家聊一聊 好的 我们先看一下这个第一幅作品 就是爱的恐惧 这实际上呢 就是从这题目上面来说呢 这个爱呢 是可以说人间最美好的 也是上帝赐予我们 他也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但是 而且呢 爱呢 它也是一个传递人类文化 而且是 人类繁衍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方式 但是恐惧在其中 为什么提案这种恐惧 实际上就是中国计划生育所造就的 因为这个 这幅作品呢 可以说就是 我的生活中经常出现这种现象 因为我结婚之后 跟我爱人 生完第一个孩子之后呢 就是说每一月 来这个月经的时候 他都必须得 就很恐惧 如果没有来的话 怎么办 所以这幅画呢 就是说他从精神层面 每一个月都会受到这种 是精神上的痛苦 如果如果来了 那证明啊 这个月我安全了 没有怀孕 因为怀孕之后 作为我跟我的爱人 他都会 这个受 一是身心受到打击 第二如果你想把它生下来的话 那你的工作 还有你各方面都会受到 他就你就没有工作 你就不能 不能 不能 没有收入来源了 所以说这个就可以说 每 就是说每一个月都会出现一次 如果长期的出现一次 就是说每一个人的精神方面 就是很紧张 可以说在这个情爱方面的质量很低 而且这个 我画这个之后呢 我也 我画完之后吧 很多朋友在看这幅作品的时候呢 我就说了一下我的想法 他说是 真是这样 就是中国的每一对夫妇 在这个有第一胎的情况之下 这种生活伴随着他 每月一次 一年十二次 如果几十年 那就是几十年次 所以说 这个作品就是我亲身经历的 而且我周围的人 也是有这种恐惧 所以我 我把这种东西表现出来 这幅作品 对 但是你刚才我插一句 就是刚才你说的那种情况 其实是在中国的很多很多 每个人的被窝里发生的那种心理的东西 只是说大家不讲出来 每个人都羞语或者是说 就是说都是你这样一讲 我也觉得是这样 但是大家都不讲这个问题 对 请你往下讲 所以说这个作品 也就是反映了 就是说人们那种心生不耐不愿 因为中国修议是说这个的 所以说他 我觉得表现出来 他更有意味 而且让每一个人 把内心的东西掏出来 亮出来 因为计划生意 他已经把我们折磨的 已经在精神层面 已经很难受了 所以这表现这个 然后我们看一下 下边那个作品 是施舍以尊严 这幅作品呢 实际上就是说 对于一个人的尊严 可以说 从这个中国的宪法里边 每一个人都有生命的权利 有生育的权利 有言论的自由 所以这些 这些 都表现一个人 人在社会上的一个尊严 宪法也被保护了这些 但是呢 在中国这个宪法可以说呢 他就是纸上写的 任何一个政策 任一个领导上来 要制定一个政策 他都会触犯到宪法 但是这个 就在我们 中国人身上 中国每一个人身上 都在 都在实行着这种 我这幅作品呢 里边有一个 最主要的一个人物呢 就是一个孕妇 在跪在地上 然后对面呢 有一个很残暴的一个星星的形象 在西伊安这种权利的傲慢 跟这个女性在怀孕之后 得到施舍的这种 这种悲见 还有边上呢 有一个 一个 一个有同事的这个 就是说一个 一个人站着 拿着一个托牌上的一个窟窿 这个呢 其实就反映了中国当下的这种状态 就是计划生育的这种状态 你作为一个 作为一个女人 作为一个家庭 我生孩子是我们 是与生俱来的 也是人类沿袭 到几千 自从有人类之后 这几千年来都是这样经过的 但是 在中国 计划生育的这种状态之下 你没有这种尊严 你必须去 乞讨这种尊严 有钱的呢 你可以交钱 没钱的人 那你就受进他的领悟 所以画这幅画的时候呢 我内心很难受 就是当你 当你深入考虑这件事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 中国人真的跟猪狗没有区别 他所有的权利 所有的尊严 他都给你剥夺了 剥夺到一个掌权人的手里边 然后 我这本身应该属于 我自己的权利的时候 他必须去施舍 必须去要 所以这个就 我觉得也是中国人的一种悲哀 所以说我表现这个作品的时候呢 我一直从 人性方面 还有现在的这种 政权 这个对人性的压制 然后把这个东西 就是作品 他有一个直观的感觉 他能够让你看到之后落泪 就我这个作品看到之后 别人看到之后 然后我 我有时候都不讲 他 如果他一看进入我的画室 因为他知道我搞几款什么 这方面提他的作品 还有其他作品 他一看就知道这一点 然后他就觉得要落泪 就是我第一次做展览的时候 在画室做展览的时候 或者像这些民运人士 胡佳 他们还有这些艺术家 看到之后 他第一眼就落泪 他说我看到你作品 就会流泪 我从内心里边 这种痛就会出来 它是一种对人性的一种亵渎 所以这个作品 也是我一个很重要的作品 也是我自己宣泄 就是说展示和宣泄之间 对我自己也是一种出动 对 就是说 其实计划生育 这么几十年来 让我们已经忘记了 好像已经麻痹了 我们还有权利 就是说这种人吃 喝 吃喝 拉撒呀 这种繁衍啊 都是说每一个人 与生俱来的上天 那么如果您信宗教的话 那是上帝给你的一个 你应有的权利 但是在这个中共的 所谓计划争议统治下 一切都成了是我准你 我记得那时候 有什么种生症 已经怀孕了 没有这个准生症 一个人的出生还需要准 刚才王鹏先生说过 活得像猪狗 我这猪狗都不如啊 那个猪狗都不需要准 那个狗妈妈一次怀七个八个 想生也就生了 那人一个宝贵的生命 到人间来需要政府准生 这个华天下之大忌 这个全世界都古今中外 就是人类历史上没有的 任何国家没有一个人 需要准生的 就是人在那个山东就说 有娃娃票 没有这个娃娃票就不行 那杨之柱先生的研究计划生育多年 就说粮票没有了 布票没有了 那个人票还有 就是说人就像物质一样 而且你说这种爱的这种 就是施舍这种尊严啊 就是我让你还要感谢你 这个真是非常荒唐的一个事情 我擦两眼 请王鹏先生继续往下讲 是 你说的很好 确实是中国人就是这种状态 本应该属于我的 但是我还得跪下来祈求你 这是多么悲哀的一件事啊 所以我表现这个作品的时候 自己心里边也确实很难受 请往下讲 下一步是 下一个是被剥夺的爱 对这个作品也是我亲身经历的 就是说这个亲身经历呢 就是说不是说 我当时没有被剥夺 因为什么呀 这个被剥夺的爱呢 就表现这个 比如你是二胎 或者说你是没有准生症的 那你这孩子就存留不下来 就不让你生 因为被剥夺的爱 这种爱呢 就是当时我爱人怀我儿子的时候呢 当时最后几个月 这个小孩呢很活跃 他经常踢他的肚子 看到他嚼嚼样 当时我每次看到的时候 我就心里特别的兴奋 就那种爱释放出来 就是让 让包围着整个的家庭里边 就是说 因为我爱人怀孕了 这个小宝贝 就是把我的家庭这种爱特别 就是说每天 我第一时间 我就要看一看 我爱人的肚子 他说你看 他又在动 就是说他已经成为 我们家里边一个 一个不 就是说支柱了 可以说 所以这种爱呢 就是说对于每一个 一个家庭来说 当你怀到一个宝贝的时候 当他在你 当他在母亲的肚子里边 会动的时候 那种兴奋的程度 是没法用言语来表达的 他也不是用金钱 能够买到的 如果说这个爱 他说你给你十万块钱 就不给你了 我觉得父母几乎是没有这种状态 所以说被剥夺的爱呢 就是你比如说 现在这个如果说发生在二胎的情况之下 我在好好的护理他 每天都有浓重的爱包围着你 如果突然 这个爱给你剥夺了 把这个孩子 被这个计程办主任 还有计程的这些官员 把这个母亲拉到这个产床前 然后给你打针 然后让你钳制银产的话 你说这些父母 他是多么的悲哀 多么的痛苦 就是我们应该说 如果上帝给我们这种爱的话 我们的爱投入到这个 这个延续的状态之下 就是我们的爱在释放 但是他不给我们释放爱的这个权利 所以说这个作品呢 就是画给这些 被强制堕胎的这些父母母亲 他们的这种悲哀 因为我在做作品的时候 我可以说中国 每一个妇女 你要跟她聊这计划生育的时候 她都有一大堆的话 所以说经常跟他们聊 然后他们那种 因为失去了胎儿的这种痛苦 确实对于他们来说 就等于说 是莫大的痛苦 有的时候他们都羞于说这些话 所以说这个作品呢 也是我 就是说被剥夺的爱 就是计划生育 把本应该我们具有的这种 人类最纯洁的爱 给剥夺了 让我们成为一个人性方面 有缺失的一个人 符号一样 所以这个作品呢 也就是我 从过我的精神清理 还有周围的这些被剥夺的这种 爱的这种体现 那在中国 就是在我的周围 大家堕胎 可以说 大家会讲 但是呢 就是说 可以说不当回事 因为呢 你生第二胎会面临 你生第二胎 几乎就像一个小偷 就像一个罪犯一样的 没有任何人 我周围没有任何人 反正我看到的没有任何人 在那个年代 赶生第二胎 一般生过第一胎以后 不论是男孩女孩 因为夫妻之间嘛 那你说意外怀孕啊 这个可以说 是经常发生的事情 那么大家就乖乖的去医院 就去堕胎了 那很多人就会说 哎呀 如果要生的话 我再生一个女儿多好啊 再生一个儿子多好啊 问题是这种政策 就是说 把那个妇女怀 府中的孩子 他堕胎的时候 只要是说 你就是说 在妇女府中堕掉了 好像谁也没有想过 这是一个生命 这是一个孩子 好像在他那个 没有下地之前 就是没有人去 负什么责任啊 什么的 说这种政策 就是说这种冷酷 这种没有人性 这种荒谬 这种野蛮 就是说 没有 就是说一纸文书 你说没有这一个破证啊 那个证啊 才几毛钱几块钱 没有这个破证 就是说 你这个人就不能生 就这个总歌 就是本末导致的 就像一个开关 我要开就开 我不开就不开 很多妇女 就是因为 没有这个种生症 孩子就被杀死在 这个生的时候 就被杀死在 这个生产房 就是这么荒唐的事情 所以我觉得 这个政策让多少妇女 失去他们的孩子 那当然王横先生 是一位男性 他不能够用肉体 去体会这种东西 但是他可以用自己的感觉 自己的这种感情 自己的这种 这种父爱吧 不是说别人的老婆 多孩子就与我无关的 就是说作为一个人的这种 他去体会这些妇女 所受到的精神和感情上的 这种伤害 真的是血淋淋的这种 被剥夺的不仅仅是爱 还有我们这种肉体上 跟那个小生命的一种连接 爱比较大点 好像抽象点 但是女人怀孕的时候 她跟个孩子 就是血肉相连的 那么你把一个孩子 从她的府中活活摘出的时候 真的就是 你杀害的不只是孩子 还有妇女身体的一部分 就是说我讲的可能有点语无伦次 就是说这是我的感觉 那么我们时间不多 我们还是抓紧吧 请您谈下一个作品好吗 好的 下一个作品呢 是未出生的死刑犯 这个作品呢 实际上也就是计划生育的造成 因为你是二胎 不管你用什么方法 说中国有很多的为了要二胎 然后呢 就是说怀孕之后呢 就一走他乡 就中国有一个这个超级牛鸡队 这个这个 这个节目 就是在这个小品吧 表现这个 就是说 实际上就是说未出生 的死刑犯 要不说死刑犯来说 他得有犯罪吧 是不是 他得有犯罪事实 他干了什么 他什么都没干 他是我们人类的 人子 就是每一个人都有孩子 都是我们创造出来的孩子 但是呢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问题 就是说他计划生育 他就提前宣判了你 从他这个计划生育 本身的这个立法 这个政策来说 他就是一个很荒谬 一个杀人的机器 你凭什么 来杀 这个没有出生的孩子 所以说这种现象呢 在中国呢 可以说 很多 所以这个 这个作品还宣示了一个 就是说 这些父母们 为什么我做了一个 这个灵魏 给这些未成年的 未出生的这些孩子 被计划生育 计划掉的这些孩子 立临位 就因为很多的父母 在这方面也没有说 真正的思考 因为中国可以说是 一元化 就是说 所有的这些知识 还有所有的 你得到的这些信息 都是说经过滤的 他所告诉你的 都是说 我现在是多么的英明 多么的伟大 所以人们 几乎可以说 就不思考了 所以这个作品呢 一是未出生之后 还有一个父母 对于这些孩子 刚才你讲的 就是说 他已经麻木了 就是说 你给我做掉了 这个孩子 我如果想要孩子 我还要怀孕 我还要去跑 还要去走 就是说 他这种要孩子的 这种 见面的程度 实际上也是 中国的这种 这种现象呢 一是说 想要第二个孩子来养老 第二还有一个 就是中国这个 文化里边 这个农耕文化里边 需要劳动力 重男轻女的一种现象 所以这个作品呢 可以说很残酷 就是说你看 我这些作品 都是一种透制的形象 都是可以说 从医院或者其他图片 节省下来 然后表现出来的 所以说 这个作品呢 就是说 质问这个法律 还有质问这些父母 首先质问这个法 你凭什么这么做 他没有任何犯罪 他是一个可爱的 是一个爱的结听 你却可以让他死掉 所以说 反映说 生命 在这个暴政之下 它如此的脆弱 如此的没有地位 所以这个也是我 从表现的这个 这个作品的初衷 现在请导播 慢慢给我们放一下 那个哭泣的灵 开光和因果 就请王鹏先生 给我们连续谈一下 因为我们要抓紧时间了 你讲哭泣的灵吧 哭泣的灵 这个呢 也是我根据我一个采访吧 就是真实的一个案例 当我采访一个妇女 被这个计划生育 这个强制堕胎之后 我跟他说 我说我想采访这些事 我想把它记录下来 我说我是一个艺术家 你能不能把你说出来 当我说出这张话的时候 哭就哭出来了 就是说他的那种怨恨 你突然把它埋藏在内心里边的 这个怨恨 这种痛苦给捅开了 他就哭了 哭完之后 他说我不想谈 我想把它与腻地压在那些里边 所以这个哭泣的灵呢 实际上就是说 表现母亲在受到这个计划生育的这种残暴之后 他内心的这种痛苦 他永远是埋藏着 他无处深渊 而且是中国计划生育里边也有一个 就是你如果说告他的话 法律根本不接受 所以这个呢是我表现的 还有下边的开光的这个作品 这个作品呢 从材料方面它很大 它实际上有20多米长 画了是36个这个 36幅小画 36幅小画就是说 人类就是说精子跟卵子结合 到最后能成为一个人形 然后成为一个胎儿生下来之前的这个 这个这段 这个作品呢 最开始的时候不叫开光 它是生与死的距离 就是说 你如果说是计划外 这个怀孕的话呢 那你的生命呢 就是在这个 在这个阶段里边 就会 每一个阶段里边都会 失去生命 这个胎儿 所以这个作品是表现的是 这个 今天叫开光的意思 因为这个作品 只有在我画室里边能够展现 根本在这个社会上 看见不了了 我之所以叫它开光 就今天会有很多的人 看到这幅作品 而且画到这幅作品 当我画完了的时候 我突然感觉到一种东西 这些生命如此盛洁 我把它展现开完的时候 我觉得 我觉得他们这种纯洁 这种我用的是黑白的 没有用那种 细维的东西来表现 就是它在母体里边 那种自然 那种纯洁 那种伪 呈现出来了 因为我在这个 在九几年的时候 我去过敦煌石窟 我看到那些佛的时候 我觉得它特别的纯洁 特别的智慧 就说它有一种 超然的这种感觉 而我画完这些的时候 我就感觉它就像 敦煌石窟里边 每一个佛像一样 就它感染了我 所以说 艺术家的作品 当它深入生活之中 进行大量的实践 还有 就是说它把自己的 这种 生命 还有人性 还有艺术 这些方面 融入在 你所关注的 这些事项的时候 它自然会产生一个 你所想象的一个东西 所以这个作品 我今天就把它 再次命名为开光 请谈谈英国 英国这幅作品 可以说是一个 很大的一个作品 它每一张 是一个很小的作品 这个我先说一下 它的材料 它的材料 是我在 十年之前 我买了一本书 是毛泽东思想 选集 这本书 当时的时候 我上旧书店逛的时候 我的目的不是说 要买这书 而是我觉得这些书 它有一种历史价值 然后我觉得哪一本书 我觉得会 一是有阅读性 第二我觉得有一种 我可以是否 用这种东西 这种材料来做一个作品 我把它买下来了 然后其中在这 做英国之前 我还做了一个作品 是把这里边的章节 撕下来之后 做了一个五角星 然后做一个电路板 来反映这种 集权的这种状态 这种作品 然后在2015年的时候 我突然感觉到这本书 我应该把它给 每一日都画上一个胎儿 这个书不全了 但是也够366张 当时我想做100张 最后我感觉到 做的太少 不够 应该做366张 中国计划生育 可以说 每天都在发生 所以说我做366张 是有寓意的 就是说中国每天都在发生 一年到头 多少年都在发生 所以我做的这个作品 而且做这作品之后 我为什么做这作品 其实我的思想就是说 中国为什么会出现 几十年了计划生育 这种惨无人道的 这种杀害生命的 这种政策 为什么能够大张其冲的 在中国实行 而这些受害的家庭 受害的妇女 中国人每一个人 都受到他的暴虐 但是中国人依然能够忍受 为什么 所以说他不是说 只是一个行为问题 而是思想问题 当一个思想 把你的人性 洗 洗劫一空的时候 那你作为一个人来说 你只是一个 人形式一个人 而你的精神层面 你根本不是一个人了 你已经走入动物的 这种行列里边来了 可以说动物都 这种现象都很少 就失去人性变成恶魔了 当恶魔带领这些人的时候 让你失去人性的时候 你也变成恶魔 也是一个注册文业的一个方式 所以说这个作品 可以说是我这个 所有作品里边 它的规模是最大的 而且这个开光 还有英国这两个作品 它不是说静止的 它这个作品是在成长的 因为每一个作品都可以根据它的这个环境进行新的组合 就像一块砖一样 我可以组成一个金字塔的形状 可以组成一个墙的形状 所以这些作品呢 它是可以说为能够面试 能够展览做的一些这些天砖加瓦的一个工作 谢谢王鹏 那么今天就是说一场的遗憾 因为我们通过屏幕呢 艺术的作品通过屏幕 这种视觉会差很多 希望我个人呢 或者还有观众以后有机会 能够亲眼看到王鹏先生的作品 因为时间关系呢 我们必须很快的结束这个节目 现在请导播给我们大家看一下 那个视频好吗 那么我是一个不懂艺术的人 对任何一个艺术家和他的作品 那么进行评说呢 可以说都是废话 都是画石天祖的 那大家看一看 我觉得每一个人都会有很多的感受 很多的这种心灵的碰撞 和有这种精神的这种共鸣 那我觉得王鹏先生呢 这些作品 不论是他的摄影作品 还有绘画作品 我觉得主题就是爱 如果一个人 这种爱不仅局限于他爱他自己的儿子 爱自己的妻子 而是对人的这种爱 对每一个生命的这种爱 那么就当你爱的东西被毁坏 被摧毁 被践踏 被杀戮的时候 作为一个艺术家 他的良心 他的这种情感也受到了这种伤害 然后 就是刺激他 能够去思想 去展现他这些作品 那么也可以说是整个在计划生育中 比较少见的一位艺术家 能够用绘画和艺术的形式来表现 这个控制了中国人 三十多年的一个政策 那么今天的节目呢 就到这里 得结束了 那么 我可以说呢 人的生命 每一个生命都是宝贵的 人的生命不是一只铅笔 也不是一辆汽车 不是可以想计划就计划 想取消就取消的 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思考一下 生命是什么 计划生育又是什么 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来自于母亲的身体 如果你是一个被计划掉的生命的话 你会怎么想 我是不想被计划掉的 那么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吧 感谢王鹏先生的参与 以后呢 我还会请您再继续聊一聊 你的一些采访 那么也感谢我们的导播 更感谢观众 对我们的支持 多批评我们 谢谢 再见 再见王鹏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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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